烏克蘭戰爭跟台灣的連動性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角度 就是譬如說兩邊同時發動 那麼中共可能也會配合烏克蘭戰爭 對台灣有冒險行為 軍事冒險 那現在發現很可能有其他的那個轉折 就是西方制裁俄國 俄國經濟跟金融崩潰之下 只好一面倒 倒向中共 把他的能源產品 農產品都只能邁進中共 這下子中共不讓糧食危機可能得到緩解 而且他的能源儲備取得穩定的來源 那一旦對台灣海空封鎖 還是對台灣開戰的話 他的那個戰備除原的問題得到解決 說不定中共膽子就變大了 對台灣可能會有蠢動也說不定 那這樣的情況值得台灣 那個增加這個國防的那個力量 然後增加這個對抗中共的這個意志跟決心 因為這一次烏克蘭的啟示就是 只要你敢抵抗侵略 敢來保護自己的家園的話 那麼外面的資源會一直進來 外面的援助會一直進來 所以烏克蘭告訴台灣人民你要堅強 你要自己國家自己救 別人只能給你資金給你武器給你教練 頂多是這樣 你的帳你必須自己打 那台灣如果得到這個教訓的話 那麼對將來的那個整個國家發展 才是正確的方向 是 桑普君士 對 我覺得總結好幾點 一個是俄國戰爭會不會長期化 這個我們很擔心 因為拖久做大中共對台不利 如果說烏克蘭敗下來了 也是做大了那個中共 因為俄國會膨脹 唯有速勝速決才能夠說轉丁中共 然後對台有利 現在俄羅斯是功而不限 限而不至 這個問題很大 第二個事情是中共採取一個分化美歐 淡化聯俄的一個策略 可以看到想坐穩那個快樂第三人的角色 越來越有這個跡象 這個地方大家要密切關注這個焦點 第三個是中共對台的心理戰必須要提防 美國棄台論 台軍無能論 跟所謂的小國挑釁論 這三個地方就是現在中共通過很多在地協力者 不斷文攻武嚇台灣的一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了解 台灣現在缺的不是 我們的缺點只有一個 烏克蘭的缺點可能有四個 但烏克蘭可能會贏 台灣可能會輸 輸在什麼地方 烏克蘭贏的 輸的地方 就是台灣贏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們有海峽天險 我們第一島鏈 經濟實力 軍備 都遠遠比烏克蘭多 但我們缺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戰鬥意志 我們的上古精神 自己國家 自己舊的精神 唯有這個精神能夠培養起來 而且要全民都要有這個警覺跟準備 捍衛台灣 致死不遇 才能夠真的好像烏克蘭一樣 打一場轟轟烈烈的抗戰 到時候美國來吃院 才有前提可循 我最近看到台灣很多民眾去電影院 看時代革命應該會有些刺激 我想很快補充一句 烏克蘭給台灣的提示 就是大國往往虛張聲勢 小國可以很有效地對抗大國的侵略 所以這個東西對台灣來講 有很大的含義在 就不要被嚇倒了 對 好了 我們非常感謝兩位來賓 精闢的分析 感謝觀眾朋友參與 新聞大破節每週三午再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節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有值的節目 我們